嗨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今天終於要開這一台 自己期待非常久的 我們SiCloud 大家也知道我是掌機的瘋狂愛好者 手上買了一大堆掌機 我大概除了華碩的R-LINE沒有買以外 你看到掌機我幾乎都有買 R-LINE為什麼不買 最主要是因為我覺得7840 那個等級的機器 它很快又會跌代 如果要的話可能要再等它下一代吧 就大概是今年年底那一代 那究竟這台的遊戲表現如何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開箱 它這個東西其實放的還蠻簡單的 大家看一下 就上面一個算管制的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掌機拿出來 其實整個手感起來跟一般的掌機是差不多啦 那我先玩玩看之後再說 那這邊還有說明書跟充電器 充電器我這邊就要吐槽一下 就支援PD充電的東西 給個這麼大的變壓器 還有這麼大的一個電源線 那這個充電器呢 它雖然尺寸也不大 但是最主要是這個線有點誇張 它是支援65W的快充 那它本身也可以拿來充手機平板之類的 那如果說大家要外出使用的話 建議還是NUGO一個會比較好 或者說像我這樣子 直接買一種短線頭的 你看這個有沒有差很多 怎麼帶啊 那接下來阿達大概會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實際的遊玩 然後再測一下效果之後 再做後續報導 完了一週之後 現在可以簡單的為大家 報告一下我自己的使用心得 NSI這台Cloud掌機呢 它在外型設計上 跟目前的主流掌機配置 其實差異不大 主要是手感的部分有些不同 如果說以尺寸跟重量來講 大概是跟Steam Deck的比較接近一點 但是比Steam Deck短一點重一點 那按鍵配置啊 一樣是類似像XBUS的一個搖桿的設計 那搖桿部分呢 則是使用霍爾搖桿跟它的板機 遊玩遊戲時 震動反饋感不錯 兩側搖桿跟ABSY上面呢 都使用了RGB燈效 還可以自定義燈光 Color機身它採用人體工學設計 雖然在外型上看起來比較有靈有角 不過呢整體的握持手感還算舒適 機身背面還有兩顆可以自定義的備件 比較可惜的是機身上面 並沒有類似像Steam Deck那種觸控板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需要用滑鼠 類似這種操作方式來進行控制的時候 必須要用搖桿來進行模擬 不過它的切換方式還蠻方便的 就是用快捷鍵按一下選一下就好 機身尺寸部分它是294x117x21.2厘米 比Steam Deck略小一點點 重量是675公克 因為機身比較長的關係 單手拿齒的時候 你會覺得重心會比較偏向另外一邊 所以你會感覺有點沉 但是裝手握的時候又沒什麼感覺 螢幕部分則是搭載一個1920x1080 更新頻率為120Hz的IPS觸控螢幕 具備100%的SRGB色域 亮度更是高達500nit 在規格和尺寸上 跟ROG的R-LINE一致 有可能是同一塊面板 畫面顯色的表現我是覺得蠻不錯的 不過比較讓人家粗細的是 它螢幕上下的邊框有點寬 在它螢幕左右的上方 各配置了4顆按鍵 Io的部分我是覺得是Clone最可惜的一點 散熱出風口配置在機身上方 還有支援指紋解鎖的電源鍵 記憶卡擴充槽 Type-C連接埠 3.5mm的耳機孔 還有音量鍵 雖然傳輸速度還蠻快的 但老實講就擴充性不佳 像阿達之前測過的型號掌機 至少都會到三個連接埠 之前阿達在台北 那個時候微星辦一個展覽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這台工程機 那個時候我看到工程機的時候 我就強力建議他們 你最少最少還要再多個Type-C的連接埠 消費者使用起來會比較方便一點 如果你沒有HUB的話 就無法在充電狀態下 外接任何設備 ROG還有R-LINE 其實也是被人家詬病了 不過R-LINE呢 它至少還有一個 沒有什麼人會去買的 華碩顯卡連接埠 但是NSI呢 它連那個連接埠都沒有 就變成說你只要充電 就沒辦法外接鍵盤螢幕滑索了 軟體部分則是搭載 Windows 11 Home版的作業系統 幾乎所有遊戲平台 像Steam、Xbox、GamePath 都可以裝也可以玩 不像Steam Deck它是跑Linux的 如果說你要玩其他平台的遊戲的話 不是不能玩 你要自己想辦法去魔改 這種遊戲掌機啊 最重要就是說 你必須要為遊戲這件事情 去做客製化的一些東西嘛 那NSI作為一個叫NSI Center 按的一個介面 它跟筆定的介面是不太一樣的 你只要按螢幕左上角 下面的那個NSI按鍵 你可以快速選擇各個遊戲平台 還有選擇遊戲 也可以快速切換使用情境 跟開關各種功能 右下角的快捷設定 則是可以讓你快速的設定 亮度、聲音、使用情境 還有即時監控等多種模式 不過操作的體驗跟方便性 就沒有阿達之前使用過的其他掌機 我覺得目前來講 NSI是比較陽春一點 可以再多加油一點 另外呢在使用模式上呢 目前差異比較大的就是效能模式 它只有超級電力、AI使用情境、性能、平衡 跟手動模式可以選擇 不像其他掌機啊 你可以透過設定處理器功率是幾瓦 雖然說啊意識上差不多 不過呢在直覺性方面 還是沒有那麼方便 Code呢它在手動模式下 如果你插電的話 最高功率可以調整到40瓦 那如果說你不插電 離電的狀態下最高是30瓦 不過呢這台我自己發現就是說 你功率一條越高 遊戲表現不一定會更好 等一下測試的時候會跟大家報告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Code的一個性能 它搭載是Intel Core Ultra 7155H的處理器 8個X1 Core的一個滿寫ARC內盒 機體部分則是搭載16G的LPDDR5 6400Hz SSD部分呢則是1TB 無線網卡搭載Wi-Fi 7的Intel Cure B1的網卡 整個規格來講啊 就是一台高階的i7的AI PC筆電 跟阿達剛開的A1M那台筆電 是同一個規格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遊戲跟性能表現的部分 由於掌機啊 大部分都是在不插電的狀態下進行遊玩 所以這邊呢我們也測了 插電跟不插電的跑分狀態 以PCMark10啊進行測試 在插電的狀態下 用超級電力功耗最低的模式下 得到的分數是5869分 不插電的話分數變成4496分 選擇AI模式的話 插電就是6814分 離電4976分 那在AI模式下呢 如果以3DMark進行測試 在專測DX12遊戲效果的 Time Spy插電狀態下 可以跑出3822分 不插電狀態下 它是跑出3506分 AI的狀態下 處理器會以20W到30W功率 自己進行切換 反而會比我們自己手動調整還要靈活 那在測DX11遊戲的時候 Foundstrike在插電狀態下 跑出7920分 離電則是7322分 Wirelight插電的時候是16594分 離電時則是15621分 LineRade插電的時候是25901分 離電的時候則是23795分 那看完啦 理論性質之後 接下來來看遊戲表現 硬體能力來說 滿寫的E5H ARC的內顯 它的紙面參數其實是比 AMD的Raden 780M還要好 不過眾所皆知 Intel現階段的問題就是說 驅動的優化都還是要加油 不過它每一版的更新之後 遊戲的效能提升都其實滿有感的 那我現在手上這台呢 它的驅動目前是2023年年末的版本 那接下來測試也是以這個版本為主 如果之後大改版的話 有機會再為大家更新 接下來測試 除了40W的最高功耗 是插電的狀態以下以外 剩下的都是不插電的狀態下進行測試 如果遊戲它本身具備X1SS加速的話 我就會直接打開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就會使用AMD的FSR2.0來進行加速 另外啊 以掌機這種型態的機器來講 其實最低畫質就很夠用了 所以你自己在玩的時候 我個人也是建議大家設720P也可以啦 首先呢是 極速定運線5 在低畫質下開啟X1SS 在超級電力的20W功耗下 跑出每秒40幀的一個表現 AI模式它的表現也是41幀 那如果說你是插電40W的狀態下 可以跑出51幀 不過如果你將解析度調到1280x720的話 那麼遊戲的幀數都會超過60幀每秒 接下來看到的是古墓奇兵愛你 1080P解析度最低畫質下 用超級電力來測試 平均幀數是每秒50幀 表現相當不錯 AI模式則是58幀 40W的時候可以到65幀 接下來看卡麗絲拖鞋儀 這個算顯卡吃蠻高的喔 在低畫質下1080P超級電力 它是43.19幀 AI模式則是52.11幀 40W它反而會下降到51.37幀 如果你將畫質調到720P之後 超級電力它的每秒就已經有57.24幀 可以流暢運行 AI模式71.91幀 不過你調到插電最大功率率40W的重量下 它會變成67.15幀 又下降了 避寫狂殺2 在AI模式下1080P的中畫質 平均的幀數是33.62幀 如果你拉到40W之後 它可以跑到45幀 算是可以流暢運行 不過你如果把解析度改到720P之後 低畫質超級電力下就有52.94幀 竟是算相當流暢了 AI模式則是有59.66幀 接近滿幀的表現 顯卡殺手Cyberpunk 2077 用40W的功率去測 720P測的數值是48.15幀 用AI模式跑的話則是32.16幀 表現算一般 不過偶爾會出現卡頓現象 這可能就要Intel驅動後續改進才能改善 那整體來說 Cloud在玩遊戲的表現 以我手上目前的所有掌機來說 相對來說是表現最好的 雖然說我現在目前沒有像Ali那種 7840U的機型 不過我稍微看過其他人Ali的測試 Cloud它的大部分表現 都是不相上下或是更好 當然除了3A遊戲以外 如果你用Cloud去玩2D遊戲的話 在超級電力模式下 續航就會超過兩個小時以上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到續航 NSi Cloud它搭載53W的大電池 比油商整整大了43W 依照你所選擇的模式不同 會有不同的續航表現 如果你是選擇AI模式 它最高跑到30W的話 大概可以玩1-1.5個小時左右 不過你如果選擇超級電力模式的話 依照遊戲的不同 它可能會在2-4小時不等 我用PCMark去測試 它是有4小時41分的續航表現 所以這台你帶出門 搭個藍牙鍵盤瓦鼠 當作文書筆電用 也能用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Cloud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它的散熱表現 用甜甜圈烤機半小時 處理器最高溫度是91度 但機身的溫度 最高也不到35度 Cloud的記憶卡的位置 雖然也是放在觸控口附近 不過因為溫度很低 所以應該不太會發生 像油上燒記憶卡的那種狀況發生 原則上這台掌機 你手摸得到的地方 溫度都很低 那最後我們總結一下 Cloud的優缺點 優點就是它的造型庫 手感不錯 規格很好 理論性能優異 結果原本我對Intel的那個處理器 拿來做掌機 想說如果能夠打個55開就不錯 結果表現還不錯 不足的點就是有 IO Type-C的連接庫 那另外就是它的價格有點高 雖然說它的規格 都比友商高一點 像處理器、電池容量、SSD等等 而且使用同規格的AIPC筆電 價格通常都超過4萬塊 那維新現在這一台 用24999的價格 我是覺得它可能也沒賺多少 不過呢 Aline 它最近是降價 所以就變成Cloud的價格 有點尷尬 那整體來說 Intel驅動如果優化之後 遊戲表現應該會更好 我是蠻期待後續的驅動優化 那另外就是說 在Windows 12推出之後 不管是續航或整體表現 也會更好 那你這台除了當遊戲掌機以外 你當AIPC用也很好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它周邊目前有點少 譬如說它現在只賣機器 但是它就沒有一個吸心盒的東西 就變成說你帶出門 你只能直接塞包包 如果吸心盒的話 比較不會怕說碰撞啊 還是說搖桿會被凹到等等 以上就是我對Cloud的 這台簡單的一個新的報告 也分享給大家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